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集的萬迷早上節目 今週第一節做了拍大巴角度 剛剛我們足足杯贏了韋斯咽進級 記得可以提名四位球員選我們的最佳球員 今晚九點鐘會直播和大家一起選出今場球的最佳球員 另外這一節也有少少關於這場賽後的相關資料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我今天第一節講漏了 就是關於畫面見到她的 最後也會有兩篇普聞分享 好了 先跟大家說說 大家見不見我身上穿著這件新組支出 為什麼新組連後備席也沒有呢 坦克就這樣說 因為我們現在就要用盡球隊裏面的所有球員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這麼多場比賽 他們後備球員一定要隨時預備好 當然這次來講做了六個改變 因為真的很大程度上的輪換 我想很多把握都猜不到 但是我們訂落的條例或者主旨都沒有變 都是一樣的 好了 新組為什麼沒有呢 就是因為新組病了 說真的新組其實身體都一般的 很多時候都會有些病 希望可以保重 另外梳爾有個小小的受傷 希望不是太差 我們也要看看究竟去到星期日 這場球是怎樣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星期日對哪一隊 我自己覺得 之前說梳爾和阿菲特都是Dolfo 結果阿菲特起碼可以後備合體 但梳爾不知道是不是 留有一手就用來踢尼密寶的場球 然後關於韋賀斯 阿坦德力就這樣說 對於他來說在球隊裡 他在這裡的時候我們只是輸了一場球 所以韋賀斯是做得很好的 我們就繼續下去 繼續對於球隊來說作出貢獻 他絕對是在球隊裡有自己的功用 也有很好的表現 他每一次下場都比100% 昨天在WhatsApp Group 大家都有討論過韋賀斯 話女有心就有心 也很努力迫搶 但是究竟他入球入得那麼少 會不會是真的不行呢 作為一個九號仔 大家都可以留言說一下 昨天WhatsApp Group 也有很多討論 希望在YouTube部 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 不過我只有一句 要跟大家說說 如果韋賀斯現在這樣的表現 再加上他入很多球的話 究竟暑假的時候 如果真的要排斷他 要多少錢 還是搬來 其實會不會肯賣斷他 這個都是有趣的 討論點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韋賀斯 另外 加拿祖 我在第一節都說了 表現相當出色的 究竟坦克做了些什麼 令他表現得那麼好呢 其實坦克真的做了事情 關於加拿祖 他說 我見到這個是他踏上了 再上了一步 對於他的成功之路 其實這場球之前 我跟他講了些事情 他說是時間 是時間 你就要show up 就是顯示到 你對球賽有一個影響力的 你也作為一個正選球員 要給到一些影響 這個球賽 我們都相信 坦克說 他是能夠做到這件事的 所以 今天這場球 就是昨晚那場球 就是他做了這件事 其實 他進入那球球 是一個技巧上是需要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你需要就是不怕 不怕任何事情 你需要非常勇敢 我就不覺得 進入這球球的技術 是很特別的 其實世界上 很多球員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是問題就是 你在那個時刻做到 就非常重要 而且他還有很多技術 包括 可以面對球員 對決 亦都可以嘗試 引球前進 過到對手 這些全部都是非常有用的 能量 能力 但是 他隨時之外 亦都在入球方面做得不錯 我見他也是 非常有跑不完的氣力 他有快 有速度 還要90分鐘不停地跑 甚至乎 我相信如果要踢120分鐘 他都會不停地跑 所以 我對他非常有信心 另外說回 我們又再反勝 其實這陣子也有很多反勝 我們團隊 整個團隊 都展示到我們的性格是怎樣 我們永不言敗 不知道 有些朋友說笑 說 坦克和废Sir吃完飯後 好像整隊球 都好像有废Sir的精神 其實說真的 我也是那句 雖然废Sir帶給我們很多美滿的回憶 但是也是時候 move on 我們現在 坦克的 新的一幕 正式開始 上一場球已經說了 OK 所以 看看我們可以 在今季裏面 去得多遠 各個杯賽裏面 另外 麥加亞 我們的隊長 我也說 這次第一次說 他這場球的表現 算是不錯 他也說了一些 跟衣式的 不是秘密 不過是跟衣式的狀態 正正在半場的時候 坦克非常生氣 他就說 麥加亞說 坦克都用幾強的用語 跟我們說 說真的 他知道 我們是要做好一點的 說真的 我們知道 如果 我們 輸了一場比賽的話 其實就真的 不行 但是一出 下半場就輸了一球 反而 所以 我們 隊長也知道 我們要play to the result 一天不吹雞 一天都要比賽 這件事 他就說 最後三十分鐘 幸好 坦克不停在場邊提搶 說了很多 令到我們 可以反省這場比賽 當然 奧脫福的球迷 即是你 Hors 也是其中一部份 也幫助我們很多 一場這麼難的比賽 幸好他們不停打氣 才可以令到 我們可以繼續前進 我們關於比賽 今晚一定要贏 和晉級 所以 最後三十分鐘 對於我們來說很重要 我們沒有放棄 整隊球隊 也非常努力去爭取 就算有一球炸壺 我們也沒有垂頭喪氣 所以 結果我們連續 進入三球 成為三比一 第二球 就是加拿走入 我對鄧 非常開心 我肯定 他接下來 會進入越來越多 決定性的入球 尤其是 面對著我們 Stratford N的觀眾 尊重 最後一件事 關於這場球 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關於Diccan Rice 其實我記下了 在Nooks那裏 這場球 會不會 一下子 就是一個 Wake up call 令Diccan Rice 醒醒 你經常說要走 經常說要踢歐聯 經常說要踢更強的球隊 萬聯這場球 正正告訴你 萬聯 是一隊 什麼球隊 在坦克 帶領的萬聯 究竟是什麼球隊 不知道在他 接下來的數 看樣子 都大機會 離開 韋思涵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 更大機會 考慮萬聯 但是當然 我想還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因素 究竟萬聯 是不是真的 很想買他 為什麼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 我很少說 一些名宿 說的話 但是 Roy Keane 隊長堅尼 這次來講 他在ITV 講關於Diccan Rice 我就覺得幾認同 是什麼呢 他說Diccan Rice 的確是很好的球員 他說他都很關注他 但是他發覺 有一樣東西 在今季 其實他真的沒有什麼進步 他好像停留了 這樣 他就說 如果你真的想踢更大的球會 如果你想踢歐聯的話 麻煩 你就不要掛著做PR 說到你很厲害 說到你要過億幾 多少錢才能賣 最重要是什麼 用足球說話 希望你在球場上高 進步 告訴大家 你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還有真的有能力 踢一些大球會 有能力踢歐聯 所以 我這件事 很認同Roy Keane的說法 雖然今季 看韋斯咸的球場 不是太多 但是說真的 你看到韋斯咸的戰績 當然這陣子好一點 這陣子好一點 你就知道 對球根本有些問題 不知道Roy Keane 我相信Roy Keane 這件事 可能Dicken Rice真的 那個能力 或者那個材料 就未夠 所以 希望大家就要留意這件事 尤其是 接下來的下季轉會槍 究竟我們應不應該追 Dicken Rice 還是中場那裡 應該有些另有的人選呢 那就真的要 拭目以待 不過我很同意一點 由於我們的中場球員 其實都 已經過了三十歲 所以找一個 二十幾歲 即是叫做 即是即食 或者是 potential已經很快到的球員 來呢 都是一個 應該要做的事 但是 說真的 又看看多少錢可以花 因為我們看得上眼的球員 個個都好像億億聲的 真是 好難搞 好了 這部的東西 分享這麼多了 另外兩篇文 覺得寫得相當之好 也想和大家分享 這位朋友 叫做MU仔 他開了一個新的IG account 其實他這篇文在我們WhatsApp 那裡分享了 所以我都覺得寫得相當之不錯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萬聯對紐加素那場 聯賽杯決賽之後寫了這段 首先 首先 真是開心 看到萬聯可以獲得第一隻獎盃 是坦克 來了之後的第一隻獎盃 正如大家所說 蘇一齊聯隊 差一點點獲得 可惜最後 但是不要緊的 萬聯現在請到一個有實力的領隊 最猜不到 第一季就帶領球隊獲得英聯賽杯 還欠英超 足重杯和嘔白杯 在季初的時候 一直擔心大家夠不夠了 一直被其他球隊的球迷看低 說坦得根本不夠了 說真的 就算有少少萬聯球迷也是這樣想的 但事實上證明他真的很厲害 我也相信坦克能夠帶領萬聯獲得更多冠軍 大部份球員表現都很好 尤其是中堅馬天尼斯 卡斯米露 福耶 雲比薩卡 和索爾表現十分好 但是輝特和達洛茲 真的有改字中間 雖然雲比薩卡是後備落場 但是防守真的很穩陣 比達洛茲穩陣很多 而輝特真的中規中矩 可以再更多好的表現 他也是有球 但是斷球的情況比較嚴重 這也是事實 最值得贊的就是韋賀斯 即使他最後還沒換走 他整場球走上走落幫手 不好意思 輝特入球是剛剛這場 不是聯賽杯那場 所以防守的球員 他一定是回到連防守協防的 這真的很重要 他真的打足上上下籠 他真的全場奔走 可以這麼說 不止一場會走上走落防守 而是他每場正選都會這麼做 同意 真的很值得下季留下 我剛才也說了 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就看看他繼續下去 還記得 這場他有一腳遠射 即是聯賽杯那場 射得很漂亮 但可惜不入 我也有提及的 發達八九道 而坤奴見到他真的累了 全場跑上跑落 有些球傳得真的不太好 雖然安東尼沒有球 但見到他越來越努力 踢會一場球 真的很值得讚 他和新組真的越來越進步 希望他倆繼續有更多出場機會 雖然只是一個杯子 但我相信坦克 向所有球員 會繼續有好的表現 去爭取更多獎杯 所以雖然 有一兩個球員是坦克想買 例如那間球會 沒有人情味的球會 那位球員現在還是為那間球會效力 但是也證明到 坦克想要的球員 最終買不到 他也有能力和實力 為萬聯爭取好的成績 這個也很重要的 同意 尤其是英超 現在排在第三 希望大家能夠在聯賽 和各項杯賽 都可以走到最後 最好當然是拿所有錦標 做個大瀉器 但是我明白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希望大家每場都 都落力為外隊打氣 其實今季真的不擔心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可以拿到三國王 近來贏了這麼多場比賽 可以見到球隊 其實真的有能力去挑戰 如果挑戰失敗 也不要緊 因為可以見到球隊 有盡全力 最難的一件事 真的怎樣可以令球員 不要因為一週兩賽而受傷 好像馬仔一樣 一傷就受傷這麼久 如果可以的話 給多些年輕球員 令主力球員可以保持狀態 不要受傷 或者球員落到場 就受傷 立即悶 令主力球員可以得到時間去治療 繼續力增聯賽 足腫杯和歐霸杯 其實MU仔 還沒看這場球的時候寫的 這場球告訴大家 其實只要有機會作出輪換 坦克都會作出最大力度的輪換 但是記住我說的一件事 作出輪換是一件事 但是你的輪換是有足夠的實力去贏球 這個都是我們作為 不是我們 sorry 是坦克作為萬聯領隊的一個必定要做到的平衡 所以 尤其是坦克看了這麼久 他都告訴大家 尤其是 我記得一件事 之前大家不是批評他的換人 但是現在他熟悉了球隊 球隊也對他打法更熟悉了之後 他的換人是不是更加得心應手 更加 accurate 準確 所以他的輪換我相信都是同樣的情況 只要我們在後備球員 或者年輕球員有實力的狀態之下 我相信他會盡量做到最大幅度的輪換 而剛剛這場足夠的獎盃 大家就看到 最後希望坦克和各位萬聯球員 都可以在三線走到最後 最後當然是拿了所有獎盃 下季簽到坦克想要的球員 繼續力爭所謂的獎盃 希望加拉莎快點賣盤 令萬聯有更多更好的將來 這位就是MU仔 亦都是我們WhatsApp Group的其中一位巴友 繼續努力吧 大家一起 另外還有一篇文 是更加長的 亦都想和大家分享 他講的東西 都是很有趣 Sorry 我不應該用更字 為甚麼呢 MU仔講的東西是有趣 但他是講了聯賽杯的後感 但是這位朋友 我一講他怎樣稱呼我 大家應該記得他 我都不用再講 他就講了我們這個球櫃 去到這裏的一些 summary 還有做了一些評論 我覺得絕對要和大家分享 兩位朋友說不同的東西 但都是很有趣的 他說叔叔 早晨 大家知道誰了 叫我叔叔 今次想和大家講一下 教練和球員 作為半季的小總結 其實都多過半季少少了 已經 喝一口水才有些後果 喝一點點浪漢果 為甚麼一拿一杯浪漢果 這個人就見了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這個酷麥克風有些有趣 好 來了 他說一開始 可能大家都對他不太認識 加上開季兩場大派 全世界都替他和球會擔心 因為之前內部的混亂成績低落 加上連續幾位經驗豐富的明催 明催都發生不少問題 破落戶的形象 早就中入了球迷的內心 最樂觀的球迷都會想著兩三年才 夠時間重建 其實我也是 起碼貴嶺 當時接手 既怕他的能力不夠 又沒有英超經驗 更加震不住天王巨星 就算帶來幾位親兵 都未必能控制跟衣室 更不要重新團結 糾正球隊的精神面貌方面 但是接下來的十公里事件 好看到他的管理技巧 和身體力行的作風 這件事很重要 身體力行的作風 紀立威又令球員折服 沒有造成衝突和排斥 慢慢重想正軌 不得不說 他真是好運 關鍵時刻 戰勝今季面對新陳代謝近的利物浦 挽回不少時器 更令球迷情緒高漲 及後的施朗事件 使得更加更大難題得到解決 其實當中我有很大疑問 不知道內部發生什麼事 但Anyway我們已經讓他過去了 講返球像上高 原本所有人一直低估了他的能力 不是很了解他的風格 現在人人都稱讚他 調動有進步 又快又準 其實他一直都是這樣 從歸前熱身賽到頭兩場正式比賽 他都一直很細心地觀察球員 分析他們在訓練場 或者熱身賽 和正式比賽的表現 取諸球規的進行 和球員有更加深入的互相理解 用了足夠時間去改變球員的心態和功能 令他們了解球隊現在的戰術運作 教練的要求 甚至幫他們開發不同的位置 到現在 甚至開發不同的位置 糟了 我先走掉了 這裏 李青球場上高的 position 然後 緊小慎微的教練 就 在每一場比賽的末段 稍稍著作調整 到現在換人了 臨場改變戰術 已經很得心應手 所以根本不是進步 而是一直努力的鋪排 寫得很好 只是我們不了解和低估了他 相信這些球員就最清楚了 信任也令他們更加服從 有鬥志和決心 成對球在本質上的改變 歸根球體有三個重點 寫得很好 第一 球會全力支持 沒有這一點 球隊必定會從都覆轍 當然斯朗還會在 第二 第二 教練的個人能力 雖然亞迪斯的規模不及曼聯 但是荷蘭第一勁女 氣質上完全相符 只是漫威視角太高 低估了他 抵他 針對不同位置收購回來的球員 就知道他對足球有多深的認識 沒有敵裝不要緊 例如既安已經將冠軍心態和表現帶來 教練真是眼光獨土 能夠對證下約 第三 運氣 斯朗事件不用再說 連艾力神受傷 既安停賽等嚴重的問題 都因禍得福 在冬季駐虎槍結束前借到兩位合式球員 增強球隊的厚度 可能成為改變我們原本的板凳心道不足 心道不足 影響到最後衝刺期間的成績的關鍵轉捏點 這件事跟我的想法真的很相同 其實聽了我內記都說 運氣絕對是足球的一部分 運氣也是管理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我是新人不懂球 其實說真的 他雖然說他看了半年球 但是真的 他很多的看法 我覺得是非常之有罪 可能是爸爸教他的 可能以前爸爸一直說下去 不覺不覺我心入了 聽了 當球季去到中間 開始出現雙兵問題 我跟著很擔心的問題 突然間發現 原來對對都是這樣 面對著相同的問題 在教練出色的帶領下 由我們原本每個位置 由兩個球員競爭 現在變成起碼有三位球員可以輪胀 甚至乎因而可以改變臨場上的戰術 真是想不到 雙庭會變成我們的優勢 造馬亂球迷真是有福 只要相信教練 就可以享受每一場比賽 那些水運終於走光了 God bless Manchester United Overlaw is back 說真的 我出了什麼 Overlaw原來是一個漫畫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統領者再回來了 說真的 希望你爸爸和我們一起都看到 雖然你爸爸去了一個不同的角度 但我都相信 他看見你寫這篇文章 肯定是非常開心 而我亦都肯定 他現在一定是和我們和你 和你家人一起 他覺得萬聯終於回來了 我們認識的萬聯回來了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進步下去 由他的帶領之下 成立到一個新的 我不說得那麼大 希望一對 由坦克帶領著 令到大家感覺到 我們會有能力挑戰重大錶標的一對萬聯 OK 一步一步來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聽室 大家記得今晚九點選最佳球員 不過就不是這條片提名 是今早那條八達八角度的片 做四個提名 最後想說一件事 WhatsApp Group的朋友 WhatsApp Group的朋友 我們的版規已經很清楚了 希望大家不要在WhatsApp Group裡 問別人拿連結 因為這樣 會令到其他巴友 錯誤地拿了王牌 即是 可能是不刻意拿了王牌 希望記住 各位WhatsApp Group的朋友 不要在那裡問別人拿連結 OK 今次到這裡 多謝各位相聽收看 拜拜